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8号星期一 普京对马克龙提出了解决乌克兰问题三个条件 公开提了三个条件 这还不错 因为刚刚我们谈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第一轮谈判结束了 但是双方都没有说谈什么 乌克兰只是说他在谈停火 废话不是 他不谈荷兰你不谈停火 谈的是什么 对不对 难道谈接着打吗 对吧 跟没说一样 这样就通过普京和马克龙 马克龙现在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龙这一次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马克龙是真的想把问题解决 他跟拜登不一样 拜登不是想解决问题 拜登希望打 希望拖下去 打个十年八载才好了 你知道吗 但马克龙不是马克龙 真想把人民解决了 作为一个欧洲的一个领袖 其实欧洲是不想打的 这次其实美国想打 欧洲其实还是想把它解决 俄罚两国总统就乌克兰局势交换看法 普京对马克龙说 说只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 乌克兰问题就能解决 你要感觉到的时候 说我们的安全需要得到保证 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 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这基本上就够呛 这很难同意 你知道吗 另外一个 第二个 乌克兰要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这个也是 这不太可能 我不知道普京这漫天要价 这都不可能答应的 第三个 乌克兰要保证的中立地位 这个有可能 这个可以 我觉得这个可以谈 普京我觉得怎么说 就是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 我相信他也不是这三个就吃死了 他可能多要一点 然后最后看那边讨价还价 最后能到哪 就是前两个都不行了 那你把第三个答应了 我估计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不管怎么着 反正普京最起码把条件开出来了 这是好事 对不对 有的条件大家才好谈 对吧 马克龙什么都没说 马克龙可能就是 nothing to say 无话可说 或者也有可能 马克龙回去 还要跟拜登 跟北约 跟欧盟 跟乌克兰 去商量 反正拿着这个 再商量 好不好 到目前为止 我想基本上看出 应该一个问题 普京现在并不着急 全面占领乌克兰 而且普京 我看这意思也没有想要全面占领乌克兰 他就是以战逼和 就是想和谈 普京现在我看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 他不想 就是说战争打得太厉害了 伤亡太大 或损伤太大 我觉得他现在 他其实在控制 他不着急 慢着死体 在这玩 他要的是一个和谈 真的占领了乌克兰吧 他也烦 你占领乌克兰之后 这么多人张嘴等着吃饭 你怎么办 对不对 等于你要占领的话 这就不就归你了吗 对不对 所以他也是个问题 对不对 要为什么说 他们那时候说美国不敢占领中国 十几人张嘴等着吃饭 就开玩笑 开玩笑 好吧 那这一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